今天是我们上帝的指纹 与我四十年的信仰历程 第十二集 这也是最后一集 那在这一集里面 我们的话题是一代人的意象 在武汉念书的时候 我自己经历了圣灵的造访 也就是说不清楚 经历了一个很大的人生的翻转 圣灵领导我在圣灵的感动里面 得到了很多的医治 大概有四十分钟我看了表 一直在哭一直在流泪 我就知道我一直渴慕地认识神 遇见神真的在我身上发生了 在那个之后 圣灵的启示和感动就像流水一样涌来 神天天对我说话 或者是借着圣经 或者是借着祷告 那我知道 这些话 不是关于我个人的事 而是关于神国度的事 到了一个时候 我就知道天开了 但是到了一个地步 我的人就受不了了 我觉得这是一种超软的经历 按照血肉之躯 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那现在回过头去看很多的 历史上的人 圣经中间的人物 他们当神启示的时候 都是全神扑倒 所以在那个时候 当我天天在记录神 给我的启示的时候 到一个地步 我就祷告说 我说神啊 我不要了 我受不了了 不但是受不了了 而且我把那样一个笔记本 都扔到垃圾箱里 我说我太可怕了 神真是一位大而可畏的神 那到今天 我能够记住的 就是约束亚记第一章 整个的一章 都是关乎 这一代人的意向 也就是要进迦南 那在约束亚记第一章 第五节里面讲到 你平生的日子 必无一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 那当然 这一段圣经 不是关乎我一个人 而是关乎 许多在神面前 要进入使命 要进入命定的人 那这个就是当时的 这样一个经历 但是从1983年 得到这样一个意向 在其中的等候的时间 是非常不容易 如果我们从1983年 算起到今天为止 今天是2022年 这快40年 如果按照 北美大陆族群的服饰 也就是说 以华木2000年的 发起来回顾 到今年 也是20多年了 还不算参与 1996年开始的 中国学人培训营 世界的服饰 以及后来参与 生命记刊的服饰 所以在西墨西哥州 这样一个旷野的里面 等候 是非常不容易的 在那个时候 有一位弟兄 就是于明杰弟兄 他也来到西墨西哥州 也来跟我分享 他很认同 这样一个国度连接的意向 也很认同 三远河流的 这样一个看见 他说 哇 来到西墨西哥州 才知道 你是看星星 盼国度 几十年在这里 来消化 来理解 神的这样的一个启示 因为这样的一个启示 其实很多的城市 我不能随便去 我不能选择 自己想去的 比方说加州 或者哪一个地方 去服事 因为那个地方 华人多 我们在这个地方 华人非常的少 在这个西墨西哥州的旷野 就一等 就等了几十年 但是 在这里就学会了 如何的来 看旷野的云柱和火柱 我也想 真是在这个地方 能够真是 学到一个功课 就是神不动 我就不动 这是耶稣 在约翰福音里面 所讲的 我是看见 我的副工作 我才做事 那么也感谢神 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也是看见 借着华木 这样一个 事工的平台的发起 越来越多的 这个教会的领袖 事工的领袖 开始接受 国度连接的意向 和三元河流 我们在过去的十年当中 在香港 每一年都有一个 城市教会的建造特会 从中国来的 许多的传道人 这些核心的同工 这些牧师 长职团队 他们来参加这样的 香港大会的时候 都领受了 国度连接的意向 三元河流的 这样的一种的策略 他们都非常的认同 他们觉得 他们看见将来 中国的教会 就是会 有这样的一种的领受 有这样一种的见证 就是不再是纷争的 不再是彼此打仗的 而是有国度连接 有合一的意向 有三元河流的策略 其中在这个当中 有一个小小的 这样一个故事 也是一个见证 就是在东北 有一位小弟兄 他有一个感动 要到美国来 来走一圈 来看一些教会 来看神在他身上的带领 他出发之前 就有东北教会的 弟兄姊妹 为他祷告 他们就祷告是说 你到了美国的时候 会去到一个沙漠 在那沙漠 你会遇见一位传道人 那么你会跟他一起 有这样的交通 在那个沙漠里面 他们就看见 有一个中年的男人 在那里 在那个沙漠里面挖土 结果就开追到江河来 所以这个小弟兄 也不知道他要见谁 最后就来到 我们新墓西哥州 一交通 后来我们一分享 他说 我现在就知道了 祝牧师 你就是那个在沙漠里 开江河的那个人 那当然 我们知道是神 在沙漠里面 开江河 那不过我心里面的安慰 就是说 居然在远方的 中国的东北 也有弟兄姊妹在祷告 也知道在这个地方 在旷野的里面 神纪念 在等候 祂的意向成就的人 所以在那个时候 一直到今天 我们都留在西墓西哥州 特别是借着 哥林多前书 十六章八节 更能够看到 神知道今天 还把我们留在西墓西哥州 为了他神过的缘故 哥林多前书十六章八节 他说 但我要仍旧住在以夫所 只等到五行节 因为有宽大 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 并且反对的人也很多 我知道那节的经文 在特别的时候 就是领导我 我非常清楚是神给我的 让我留在西墓西哥州 不要去任何的地方 只等到神 将又大又有功效的门打开 我们今天仍旧在等 我们相信神已经把这样的 又宽大又有功效的门 已经打开了 但是我们还是要等 祂自己的拆解 但是接受领导这一段的经文 我不觉得 好像我周围有很多反对的人 所以我就去查各种的 解释各种的翻译本 后来我就里面得了一个平安 得了一个安慰 是说 人就要住在以夫所 因为会要经历很多的艰难 要经过很多的逆境的艰难 所以它不一定是有人反对你 而是你会经过很多的逆境艰难 所以我就知道 在这个一代人的意向的里面 虽然我是只是一个 承接了这样一个意向 领受了这个意向 但是要真正的被很多人来认同 来一起的合一的看见 一起的来走这条路 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我非常感谢神 借着华牧的平台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 大陆族群的教会的同工领袖 开始领受这样一个意向 借着这个国度连接 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 其实我就在摸一条的路 这是一条向来没有走过的路 所以感谢神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的里面 我们摸了所有的这些的领域 我们知道这条路是走得通的 我们知道神已经在那里面 都有预备 已经在那里面都有工作 已经在这些的领域里面都有暗示 所以我们相信 神会将一个又大 又有功效的门要打开 为整个的大陆的族群 为整个的中国的宣教 我们相信这个日子 已经越来越近了 我们从过去的十二级的 信仰的历程里面 主要的来分享 是神如何借着 十字架的功课和生命的破碎 来学习属灵的功课 所以当我们来认识神的工作 认识神所托付的人 特别是神所兴起的领袖 有一个重要的方法 就是看祂的生命的轨迹 看祂的侍奉的轨迹里面 有没有上帝的指纹 特别是有没有十字架的功课 他如果有十字架的功课 有十字架所借出来的果子 你就知道这个人是神所兴起的人 这个人身上有神的托付 所以我们要来鼓励弟兄姊妹 这条路是可以走通的 神的旨意是可以明白的 神也会借着一代人的意向 借着我们合一的看见 和同心合一的走天路 将神在我们这一个族群 在这个时代的使命 能够来彰显出来 愿神祝福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